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对于新鲜事物 无论是职能部门 或者是使用者 其实呢 大家都希望能够带来便利 当然安全是前提 如何兼顾安全和便捷 我们来听听特约评论员 林泽龙的建议 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人 国家的法律法规 对未成年人使用交通工具 有着明确的年龄限制 这就是呢 驾驶自行车三轮车 必须年满12周岁 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呢 必须年满16周岁 驾驶机动车辆呢 必须年满18周岁 并且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2 16 18 这三个年龄限制是刚性的 不可通融的 广大家长和未成年人呢 必须准确无误的知晓 不折不扣的遵守 老师和社会各界呢 也应当广泛宣传 加强监督 尤其是家长 千万不能图一时的方便 让孩子违法驾驶电动自行车 千万不能抱着侥幸心理 对孩子驾驶电动自行车 睁之眼闭之眼 否则很可能付出伤亡的惨重代价 由于电动自行车扫码的监管难度大 路动多 应该呢 我省的三亚台口 以率先取缔共享电动自行车 这有利于从根本上 消除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隐患 减少交通事故 有效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此外呢 家长必须切实履行监护人的法定义务 对孩子加强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交通安全教育 对家长自用的电动自行车呢 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严加管理 严禁不符合法规规定的 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 总之呢 家长 老师 孩子 交通管理部门 以及全社会 要密切配合 共同努力 绝不能让共享电动自行车 变成共享安全隐患